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样来讲这个MCP 这个新的功能是什么呢 主要就一样 也是用LINE去新增写入 观察询行事力 这样 那这个功能呢 除了用在旅游方面呢 我主要是写给我们这个 也是肌肉萎缩的一个社工 他常常需要做 复康巴士台铁高铁 然后又怕日期会搞错 然后他想要一个 可以及时记录的一个工具 我就直接做这个给他使用了 那这个要怎么用呢 首先我们一样也是用这个MCP的Tool 那我们上次说过这里其实有很多Tool 那这个Tool呢 我们要用Google的话就是用这里 这里有Google Current 这个Google的行事力 那你按下去就有了 那因为他每一个行事力呢 只能执行一个动作 所以呢 你想要什么动作你就要几个行事力 那我这里有四个动作 一个是Create 产生 描述也是Create 就是产生 下面这个描述啊 然后这个是Update 这个是更新 然后这个Delete 删除 然后这是查询 这样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Google行事力一样啊 都要产生这个授权 那这个授权呢 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 有说过了哈 不会使用这个Google的这个开发者工具平台的话呢 请去看第二集 就是这个平台 那注意你要使用什么Google的API 你就要去使用它相对应的API服务 像我要用这个Google行事力 就要去启用这个Google的行事力服务 那不知道再去看这个第二集怎么去用这个Google的开发者平台 还有这个第七集怎么创接LINE 不知道的朋友呢 请去看第二集第七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继续讲这个下面这些 那你在连进来这个Google账号的时候呢 你可以自己先创一个日历 像我这里就创一个123 你可以按建立新日历 自己要什么日历你就打上去 然后呢 这边就读得到了 front list 这里就读得到了 那我们通常的这些呢 全部都是用这个start 按这个星星 这里有个星星 就是自动 让它自动判定 全部都是让它自动判定 记得哦 这个星星要按 这里 这个星星都要按 然后在这个 这个更新呢 我们必须要再新增两个栏位 一个就是开始跟结束这样 你如果要更新 你必须要跟它说 开始时间跟结束时间这样 那这个产生呢 一样 我们要新增一个标题栏位给它 这个其实是一个标题栏位 一样也是按这个 这个新增这里 然后会有这个summary 这是标题栏位 反正这个工作流 我都会给各位去练习 这样 那要记得要按信息 让它自动判定 还有前面两个节点呢 要去创建两个辅助栏位就对了 好 那我们四个形势力都设定好了之后呢 那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的AI拯救缺接LINE的Webhook 那我们LINE的讯息读进来之后呢 我们这次呢 我们不要用Google Jamer 我们用OpenRoot OpenRoot呢 它这里可以 串接上百种的模型 真的很多 非常多 然后你要用Chart.gbt也可以 像你要用Chart.gbt.co.mini 还是4.1nano 都可以 然后我们这里用nano测试 那 这个OpenRoot怎么用呢 这个OpenRoot我在这一集 这个OpenWeb UI有教过 那一样不知道怎么用的呢 请去看这一集 那我所有的相关集数呢 还有相关资料 都是放在这里下面 不知道的朋友 请 要习惯去看说明资讯 这样 工作流也是 如果有工作流 我也是都是 这些 Walkflow有没有 都是放在这里 所以不知道的朋友 请 记得要去 习惯看这些 那OpenRoot的申请很简单 这个影片很短 大家自己看一下就知道了 申请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 按这个 Create 这里 然后把API Key 填进来 储存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请他帮我加入这个行事例 就是5月2号 早上7点到7点半 然后 大复康包是从田尾到田中 好 我们来看5月2号 没有东西 好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好 他已经加入 那我们来看一看 好 已经写进来了 有看到 好 那我们继续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第二个就是说 早上8点到9点搭高铁 从彰化到台北南港 好 那我们点进去 好 他也说新增了 那我们来看看 好 也有了 那我们可以再进行其他功能 那如果说我要请他帮我规划 一日游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我们来 请他帮我们规划 一日游 好 看起来 4.1M 他没办法用那个 搜寻引擎 那我们来用4点 我们来用这个 4O mini 这个才可以用搜寻引擎 有没有 换模型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有时候呢 太新的模型 他不一定可以使用 那没有关系 不能用的话 我们就换别的试试看 那反正就是这样用 有没有 他也是可以用这个搜寻引擎的 那我现在请他帮我规划 这个一日游 好 我现在叫他去帮我规划这个行程 然后简单就好 一小时做间隔 好这就是他帮我做的行程 那我们最后呢 叫他把这些行程呢 全部写在行事里 好他已经写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行事里 有没有 非常网友 全部都写好了 那我们再来进行最后一步测试 好 我现在叫他查询 5月2号呢 7点到23点的所有行程 好 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里也是成功 有没有 全部成功 然后你也可以点网址进去看 然后你也可以点这些网址进去看 基本上就是这样使用 那一样我所有的资讯跟工作聊 都是放在这个说明栏 请大家一定要去看 还有就是说呢 这个AI Agent呢 你一定要详细的去给他描述这个提示词 就是跟他说 你有哪一些这些工具可以使用 然后我是跟他说 他有这些工具可以使用 所以他会针对问题呢 自己去判断要利用哪一个工具 基本上就是这样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